生活节奏加快,不少人饮食不健康,引发胃部问题,俗话说三分之七分养,今天就叫大家怎么养胃,眼泪秘诀,一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少吃多餐,但只吃七分饱,早上要吃好,中午要吃饱,晚上要吃少,即暴饮暴食,而改变饮食习惯,按时就餐,坐着吃饭不要站立或蹲着,鸡翅鲜辣,油炸, 衍生食物如烧桃等,不吃过酸,过冷等刺激强烈的食物,不饮酒,少饮浓茶,咖啡等,多吃素菜和醋纤维食品如芹菜,香菇等,再积极食粮,羊肉,狗肉等温热食物,均用洋味效果适合胃寒病症,大蒜消毒砂中可以帮助消除炎症,建议多吃,另外枸杞,银耳,红枣,核桃都可以零食混入菜, 四按摩保健,饭后,睡前可以搓热双手,以肚脐胃中心顺时甄嬛摩六十次圈,完毕搓热双手按摩小复,物品心静养,未病发生与发展,与人的情绪,心态密切相关,因此,要讲究心理卫生,保持精神愉快和情绪稳定,避免紧张,焦虑,恼怒等 一种不良情绪的刺激,养味食谱 一白菜炖豆腐 食材 白菜 豆腐 姜 蒜 香葱 做法 一 白菜切断 豆腐切换 二 豆腐下水桌一下 捞出绿干 三 最后调入盐和鸡精 即可 其加入胡萝卜调再生云 让每条胡萝卜都沾上蛋黄水 可以加少量盐和生抽调整味道 小贴士 一豆腐捉水 能够去豆腥味 二白菜捉水 因为它含有破坏维生素的氧化酶 再开水里捉一下 就能消除这种氧化酶的坏作用了 三白菜里的维生素怕热 所以我们要后放白菜 稍微炒一下就行了 二萝卜牛奶汤 食材 牛奶 白萝卜 芭蕉 香叶 桂皮 干辣椒 红枣 姜片 花椒 做法 一牛奶先用水洗净 再放清水中浸泡两个小时左右 去除血水 二泡好的牛奶切成小块 用开水捉烫 三牛肉放入包里 加入适量的清水 把配料也放进去 大火烧开后 小火炖两个小时左右 四白萝卜蓄皮切块后 倒进肉汤里 五继续炖四十分钟左右即可 三笔起南瓜小米粥 食材 笔起 南瓜 小米 糯米 电饭包 做法 一把糯米和小米洗净放入电饭锅 加入适量的清水 二 然后按下主周键 三把笔起和南瓜蓄皮切块 自煮至米块熟的时候 加入笔起南瓜 加盖继续煮 五直到粥手米烂锡好喝的时候 你可加入一些白糖 即可 饲养新的外南瓜粥 食材 大米 小米 南瓜 水 超熟的黑蒸吗 大米和小米的比例约为二比一 做法 一将南瓜去皮 去绕切片 二锅内抱写净的小米和大米 加约四碗水开火煮粥 三煮粥的同时将切好的南瓜片放在上层的笼梯蒸熟 约十五分钟左右 四点一五分钟后 将蒸好的南瓜凉凉 倒成南瓜泥 五点四零分钟后 二米粥 以及本煮好 再将南瓜泥放入煮好的二米粥里 搅拌均匀 六小火煮五分钟左右即可出锅 可在正上撒点炒好的黑芝麻点子一下 五苹果小米粥 食材 苹果 小米 水 做法 一小米冲起了遍 二苹果去皮去和后切小丁 三高压锅中先放入水 再放入小米 四然后放入苹果丁 五加盖放到炉子上大火烧开 上气后转小火煮二十分钟 小些是 喜欢适脆的苹果可以在周煮好后加入煮两分钟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别忘了按赞哦 呀 谢谢观看